现在人往往吃很多冰箱里面的东西 所以老年有慢生非病这一对人 往往它脾胃就偏虚 偏湿 偏湿一点就放一点点橙皮 橙皮量也不用太多 三到五克就够了 但是选橙皮很关键 越老越久的橙皮 那可是宝贝的 哇 很贵的 对啊 那么贵 对啊 那借菇的功效相对来说都是针对肺的 对 它又只有健脾 又有健脾 它有血有肉质体 我们叫做也可以孕肺孤胜 这个健脾不肺不太 几个章节都涉及到还是比较好的 稍稍平稳 我都很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 借菇如果一般来说 可不可以用白甲来代替呢 就是借菇刚才你说得很好 但是如果一般家庭如果用甲育来代替 那个功效会不会有偏差 会不会量的啊白甲 不是 白甲它是偏温的 它是偏温照一点的 那么我们秋天这个 秋天秋照分两种 一种是早期的 就是中秋之前的 那它是以温照为主的 夏天那个腐蜀还在 所以它这个时候就更加不能照 中秋以后 深秋以后的 它接近冬天 那么它这种寒气就比较多 所以粮照比较多 那个时候的 中秋以后的 我们的沃汤就稍稍的偏温一点点 所以它很讲究这个季节性的变化 就是浙菇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燥的 对 就如果深秋靠冬天可以选择鸽子也可以 其实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些会不会因人而异呢 看回自己的体质 如果我是寒底的 可能我就会 吃一些热一点的东西 就是明明吃浙菇 我不如选择白甲 或者轻轻一点 会不会是这样都有关系呢 对 那体的这个很专业 这就是我们主张的 我们主张你平时就要 就要对自己的体质有一个辨识 现在所有的中医医院里面 都有一个体质辨识 那么它会告诉你 你的体质不一定百分之百准 大概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准确度 都告诉你 你的体质偏神 所以你在饮食方面 你就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有所选择 我是阴虚火旺的 医生 所以有时候觉得吃鸣春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和借菇有什么比较呢 阴虚火旺它不在于鹌春 它在于你那个鹌春里面的配料配的是什么 它配的阴虚火旺 它一定第一是滋阴 第二有烧烧降火的药在里面 所以它会放一点莲子不去腥啊 沙身脉冬啊这些 滋阴很强的有一点点坠火的 或者是我们广东人经常吃的滋阴降火的 最多的就是那个 拉鸭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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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又滋阴又追火 它又不卸火 它又不伤痒 这些 这些汤是否怎么样可以除了润肺之外呢 皮肤干啊 这个很关键的 要继续美容 美容在哪里 一个就是你们做面膜做什么都是保持水分 这种水分跟我们平时说的喝水不同 它是用内脏产生的这种精液 那这种精液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就叫养阴 养阴血 肝阴血 肾阴血 就是保证你皮肤漂不漂亮的关键所在 皮肤很干燥 我们中医说 肺跟皮肤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很多皮肤病的治疗就从肺入手 皮肤很干燥 也是肺阴虚的一个重大表现 所以你要多喝一点 脂肺阴 脂肺阴的药 脂肺阴的汤 什么呢 雪梨是最好的 这个季节产生的水果 雪梨 越丑的雪梨 沙梨 那么它脂肺阴的效果越好 雪梨皮又是雪梨里面又是最好的 你不要浪费了皮 用沙梨皮 打过沙梨皮 爆瘦肉 蜜枣 放一点 放一点沙生 卖冻 以后放一两片姜 保证它不腻味 爆点瘦肉 平时放到冰箱里面 当水喝 皮肤漂亮 喉咙不干 不干壳 那汤梨的女士还有什么汤水是适合什么季节 要漂亮的 刚才我们说了 孕肺的同时 你加一点点红枣 枸杞籽这些 这些补气 养血又不燥的 放到汤里面去 可能对于女性比较好 尤其是进气缸过后那一两天 那你放红枣 但是这个红枣一定把河去掉 因为那个红枣河很灶很灶 又加上秋天这种灶热 就会诱发引体的这种灶性 热性出来 把它去掉 在一碗汤里面 一碗汤里面放到三四个红枣 放点麦冬 沙生 百合 放点淮山 这个汤放点瘦肉 然后你包的就不一定包瘦肉了 也不一定包排骨了 你包一点胶原蛋白高一点的 鸡爪子 猪腿 花椒 但是花椒要注意 因为这种天脾胃也是不太很好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 放一点点醋到里面去 消一消它 这个效果会失败功倍 非常好 那上班一族呢 上班一族应该喝些什么 上班一族它主要是比较疲劳 比较疲劳 熬夜 喝水少 现在都很忙 我们上班大家都在广州都压力很大 所以就是滋孕 孕肺的同时 要稍稍地轻轻去火 稍稍轻去火 就像我们所说的 用雪梨啊 银额啊 再放一点那个蜂花 蜂花它 蜂花就是蜂蜜的 不是 蜂花就是什么呀 它是一种花来的 它有少少的清热 清肺灶 又凉 又有一点化痰 又降一降气 它孕额不伤皮 孕额不含又不伤氧气 配合这几种非常好 但是如果脾胃整天大便很烂的 或者是整天恶心呕吐的 那在这汤里面 你就放一两片姜 进去喝一喝那个味 让它没那么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帮老烟窗闻 吃得好 吃得好 本身就已经… 肺就不好 是 咸咸咸 这个时候应该喝些什么来润一下 对于喜欢吃烟的老烟窗 有什么养肺的食疗方呢 肺不好会引起哪些疾病呢 如何在肺部疾病发作前进行预防呢 喝蜂糖水是否真的可以润肺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走开 畅爽好喝就要可口可乐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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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当小白领 我得领个布吧 这么黑 领起来很麻烦的 你没用过泰智洗衣液吧 试一试 快瞧 粗粗就下去了 谁都能把领子洗得这么干净啊 有泰智 没污渍 饮食得好 这个肺就不好了 这个时候应该喝点什么来润一下呢 首先要戒烟 在你戒烟的进行过程中 还没戒完烟 秋天到了有壳又干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说 烟它很糟 它伤两个位置 一个是伤肺 主要伤肺阴 一个伤脾胃 就是脾胃跟肺受损 脾胃主要是气受损 肺主要是阴气受损 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 养肺阴 进肩脾 所以我们选的就是 罗汉果 这个鸭肾 西洋菜 罗汉果它清肺的同时 它偏凉 偏凉 偏运 我们有时这种天 我们自己 如果要去跟学生讲课 要出门整家很多 我们就会放一点点罗汉果 来冲茶来喝 那么鸭肾 刚才说了 它是一种清热 嘴佛 降火而不泄火的药物 虚火上来的老人家 如果你用很寒凉的黄晴 鱼心草 这热是清 但是太过了 把它阳气也上了 所以我们降一降火 把它跪到圣里面去 那么西洋菜 它也是一种清韵的 结合在一起 就是以清韵为主 但我感觉这个汤 整个汤都偏凉 会不会 对 所以老烟枪的病人 往往都是偏热的 它 它 与虚火旺 我们一来看 它都会告诉我们 哎呀 老喉咙干 喉咙痛 然后看它 舌台又厚 舌尖又红 然后呢 口气又大 都是这些 我们就大多数是这个 不一定说 百分之百的都是这样 如果你平时 平时很虚的 没有这症状的 那你可以时常地 加一点裹 加一点胆身 加一点沉皮症去 还是一下 轻轻地把那个 冷气给去掉 因为肺脏 是起宿误醋 因此 养肺要遵循 知阴润肺的原则 具体来说 就要因人而异 例如 对于老年人群体 可以选用 不幸沉皮 邓借姑 既可以养肺补 又可以里气化痰 对于贪美的女士 就可以选用 南杏鲜奶炖猪肺 可以润肺里气 美容养颜 对于工作繁忙 脾胃虚弱的上班一族 就可以选用 雪梨银耳风花猪肉汤 不单止可以滋阴润 还可以健脾下气 化痰止咳 对于老烟窗来说 就可以选用 罗汉果 腊鸭腎西洋菜汤 可以清肺润醋 滋阴生津 还可以增强脾胃 帮助消化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题 健康选题 肺不好 有哪些表现呢 A 鼻塞 B 胸痛 C 特瘦 D 咽喉痛 E 皮肤粗粗 这五个都应该有的 那么鼻子堵杀 为什么现在我们 很多鼻炎的病人 很多鼻子堵的小孩 老人家 或者是体质不好的病人 有些人走了一个误区 都以为是感冒了 上火了 清热解毒 在拼命吃 越吃 下个星期越堵 越厉害 喷嚏越厉害早上 其实鼻子我们说肺 它是肺是开窍于鼻的 如果你那个肺气很虚 这个鼻子一定是过敏性鼻炎 流鼻水啊 这种表现 一定会有 但是鼻子堵是不是一定就是肺的 那不是 但是肺气虚一定会含有 这个鼻子堵容易翻风下雨 容易 胸痛 我们就要说肺在胸腔的 胸痛不是全部是肺 但是肺不好 有炎症很厉害 我们说胸胸气急不创的时候 它一定痛 它一定痛 咳嗽那肯定是的 喉咙痛也是我们说肺 上连咽喉 是它的主要的药道 肺炎虚 肺炎很腺的时候 它都会痛 皮肤刚才已经说了 你养皮肤很多时候 都要把肺养好 皮肤才好 但是不一定说皮肤出造 就全部是肺的事 不是 它是一个关联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 肺的功能出现异常 人体就会有鼻塞 咳嗽 喘息 胸痛 心跪等症状出现 接着呢 我们的皮肤都会无精打采 无光雜 如果出现一两个这样的症状 我们就要警惕 看看是不是患了肺病 及时去医院排查 及早进行治疗 以免受病情 看看今天的第二条健康考题 哪些饮食方法可以养肺呢 A,小身增酸 B,多吃粥 C,多吃鱼 D,饮蜜糖水 E,多喝茶 F,多喝汤 那就算A,D,E,F吧 A,B,E,F D呢 D呢 D,E,F 不选择吃粥和吃鱼 吃粥和吃鱼会养肺 真的不是很… 是,要等一会吃一餐粥 是的 要先吃鱼 不是,我吃鱼 我真的觉得很辣 小时候经常说吃鱼皮肤好 又对身体好 那些妈妈骗你而已 想你多吃鱼 那些只是深海鱼游而已 对 没关系 大概是这样 他出的题目都是对的 为什么都是对的 第一个,你们都知道 我吃那么多辣椰 我吃那么多辣椰 就少吃一点咖喱啊 辣椒啊 好,这个是对的 臭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多吃粥 它这个题目太大了 你只要吃养肺粥 那肯定好的了 而且粥很多水分 所以晚上或者早上喝一点粥 对着秋天也是非常好的 哦 多吃鱼 关键是你怎么吃 秋早你不能再来吃 你不能煎来吃 牛不做不能 少吃煎的 水煮鱼 你就不能吃到冬天这么糟 是不是 清真的鱼一消化 它养肺养得很好的 哦 这个蜜蜂水 蜜糖水肯定是的了 多喝茶也是 就是这种天喝的茶 跟冬天跟春天喝的茶不同 它要偏 稍稍凉一点 晕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什么茶呢 就是你那个铁观音啊 龙井啊 但是你要放一点点 比如说你喝龙井喝很大的清茶 嗯 它偏清 这种天晕照 但是它又怕它伤一点点脾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放一点点的橙皮进去 或者放一点点红枣进去 放点蜂蜜有没有用 也有用啊 也有用啊 这种 就是你喝红茶的时候放点蜂蜜 那就非常好 那如果喝一些花的茶呢 比如说玫瑰花呀 菊花呀 桂花呀 这些会不会好的 那玫瑰花是好的 这种天气也很好的 因为秋天要防的就是一种淤 玫瑰花它就是要 形气解淤 有一层花坛 说干为主的 那是非常好的 菊花现在有人走一个误区了 降血压啊 清火啊 但是我们清 它指的是清那种干火很旺的 年轻的那种死火很旺的 脾气很糟 大病很干结 口很臭 阳气够重的那种 对 它很伤 因为长期吃 它伤你的阳气伤得很厉害的 所以不要为了加那个些点血压 就去天天吃苦瓜汤啊 什么菊花啊 什么雪菊啊 吃下去以后 你都感觉到手就要发冷 阳气不足的 还有症状都会出来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秋冬季节 应该小吃煎炸食品 多吃蒸煮的东西 才可以滋阴润肺 吃多些粥 喝蜜糖水 喝茶等习惯都可以养肺 不过 注意要加一些 润肺的食材在里面 例如蜜冬 生地煲粥 用罗汉果葱茶喝 或者用银椒雪梨煲糖水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都要注意 以避免为了清肺热 拼命吃一些降火的食物 例如苦瓜、金银花和菊花 都不能吃太多 否则伤了药气就得不常失 养肺不但要多着意饮食条理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很重要 来看看第三题 除了药品和食品 哪些方法可以养肺呢 A,大笑 B,大哭 C,跑步 D,静坐 E,冲动水梁 A,B,C,D D,E 有可能 我也是可以的 只是看不同人用不同的方法 我觉得大哭,我就不选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答案 就对了 我选了 我选了A,C,D 我选不了 对,这个答案就是… A,B,D OK,院长跟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谁是对的呢 养肺 我们首先要知道 你养什么东西 哪些可以养 比如说大笑 我们中意的说 肺跟五情相关 它就跟悠伤悲 大笑它第一 笑为新生 笑的从此 它可以把那个舒缓心气 把那个肺气给它爬出来 也可以减低那种忧伤 对肺的伤害 哭就不好了 就是哭了以后更悲伤 更悲伤 就对肺的伤害就更大 得人不要试啊 大哭 我通常很小大哭 那么跑步呢 适当的跑步 尤其是这种秋天是好的 但是不能剧烈地 大汗淋漓地跑 尤其是有肺病的 有慢症肺病的这种病 出汗出了很多 我们说汗其实它就是一种 阴晶 阴晶 它出很多汗的同时 它气 我们说汗垂 气垂汗泻 气也会减少 也会带走了 也会带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注意 不要大汗淋漓地这样出汗 如果你喜欢打球 喜欢很剧烈的运动 跑步之后 以后你就要补充一点 氧气的东西 泡一点 花旗生 放一点点 陈皮 就怕得太凉 以后再放一点 放到十几二十克的黄旗 煮水 来把它喝掉 这样就防止它出汗 这个 这个静坐 对于一些 飞气很虚的病人 秋天 练气 静坐练气 这也是好的 冷水 对于鱼 这是我们不主战的 尤其是秋天 本来温差大 容易冬叹 容易冬叹 是 刚才我们说到肺的时候 就提到喝茶 喝汤 很多朋友也想知道 有什么果 或者蔬菜 对我们肺来说 是比较好的 有帮助 有帮助 除了雪梨 刚才雪梨说过 我相信 琵琶 应该是好的 还有什么选择呢 应季节 这种生秋季节的水果 就比较好的 葡萄 我们广东的羊桃 酸梅 这些柚子 柿子 这些 都是比较好的 还有刚才说的雪梨 这是孕肺比较好的 一些 还有蔬菜的 我们说萝卜 这些也比较好的 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呢 就白萝卜 我们冬天吃白萝卜 我们叫它土银生 没钱的人 我们就吃萝卜 补补气 但是又防住它的寒气 就行了 放多一点姜 或者用一点羊肉 就防住它的寒气 取它的好处 取掉它的坏处 就是我们要吃的 这些比较多的东西 还有新鲜的百合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 还有 还有中央的 马蹄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 生争 那如果绿叶的菜呢 有没有哪些 专门是秋天吃比较好的 有散的 散菜 辣椒叶 就是散菜 还有我们吃的那种 番薯叶 这些它都比较好的 就有黏液在上面 清清凉凉的 又胶体又多 又晕一下肺的 这些比较好 那那些秋葵呢 秋葵都是散的 秋葵也是一些 现在很流行吃秋葵 我们不好评价 但是我建议 不要长期去吃这种秋葵 而不注意它的 这种寒凉性 它跟... 怪不得我那天吃完之后 整晚咳到肺就出来就快 好像说是壮凉的 不是啊 它比较寒凉的 非常寒凉的 寒凉的 现在医院我刚才说过 老年人中秋天肺的问题特别多 那老年人可以怎样注意养肺和护肺呢 大少可以养肺 你信不信呢 中医养肺名方 玉瓶风散 你又知不知道是哪些成分组成的呢 秋季不断剪断了尾 应该怎么办呢 肺气肿运动有什么禁忌呢 下一节回来 将院长将会一回回答这些问题 并带来非常简单易学的秋季养肺操 内容精彩 大家留意收睇 不用美容手段 我要一晚睡会年轻 巴黎欧莱雅光学乱肤面网蚌相 平西文 乱肤质 紧实肌肤 光学乱肤面网蚌相 切夜光学乱肤 谁都爱 气体 通过创新技术被合成 打造与众不同的润滑油 极致影情清洁 卓越影情表现 翘牌Pure Plus技术 源自天然气 翘牌极净超凡洗力 I'll never let you go 二传家知 微微交为知 一件更轻松 男人 醒醒 欧莱雅男士精能醒呼噜八重功效 保湿露壮质地 一抹激泊八大疲劳痕迹 持续保湿 对抗菌容 注入能量 精能醒呼噜八重功效 来自欧莱雅男士 换醒你的实力 蜜齿梭油顺挑战 秘密是一支精华 两大用途 飘游润发精华素 一梳油顺到底 飘游 蜜齿梭一梳 油顺到底 我喜欢变 但绝对不准肝纹变细纹 只是保湿 怎么够 有多孝相互相 它的多元维他命 全入去 七大肌肤问题 轻松击破 肌肤弹乱不变 Ole 最美的你 唱爽好喝 就要可口可乐 老年养肺 第一要素就是 首先不要 要注意温差的改变 要保好暖 我们刚才说了 十点前 十点以后 要注意一个的插缝 这是第一要素 第二要素在饮食方面 要注意知音补肺 补气的 但它有个原则 一定是知音的药物 不要让它去伤老年养的脾胃 就是 有稍稍补气的药物 就不要 那个药膳啊 就不要让它上火 这就只有寒凉度 你煮那个汤 吃完以后 晕晕的 好睡觉 梦不多 没有那个胃肠 脏脏闷闷啊 大便烂啊 这就是原则 如果油 你放一点姜 放一点果皮 十度的 那你补气也是这样 你放一点黄芹啊 放一点西洋生 不要吃完以后 喉咙很干 睡不了觉了 那就过了 就是 知音不逆味 补气不上火 就是我们给老人家 或者跟这些比较体质差的小孩的一种宗教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肺就涉及到肺活量的 有些人就认为 就是我肺活量大 我的肺就很漂亮了 那是一个标准来的 但是有些人又说 就是你肺如果是运动得太厉害的话 肺活量消耗得太厉害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种伤害 那究竟运动养肺 有些什么禁忌呢 我们要养肺的运动 也是不适合于 很剧烈很剧烈 打出很几身大汗的这种运动 这种运动相对来说 对一些年老的 或者是体质不好的 那么对他的肺也是不利的 接着来的院长 准备带给我们一套 抽贵养肺 抽我们一起来喝喝 教大家锻炼肺功能的草 是很简单的 先是深吸气 然后别人去那里 以后就吹热烛 一直这样吹下去 吹到最后 再吸气 以后就 那要吹多少根蜡烛的一共 反正你吹多少根都好 你就一次 吹越少的气出来 越好 越好 以后再生吸气 这样几次下来 第一 你会微微微微微微微的出汗 你吹完了以后 你最后一次做完以后 可能眼睛会发花 但是你生气气几次以后 眼睛就会发亮 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个 小孩有鼻炎的 或者有肺气肿的 有直气管哮喘的 有直气管矿脏的 或者吸液很多痰的 都可以做这个 出差也可以做 每天你做它五六个来回 每一次做它七到十次 为一次 上午做一次 下午做一次 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感觉到 你上楼梯也好 走路也好 这个没那么气短了 你鼻炎也会好很多了 三个月下来 你的肺功能 起码也会在原来基础上 会有一顿的提升 你一直坚持下去 像我们这种年纪 再过十年二十年 这个肺功能都会保持得很好 如果家里面 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小孩 或者是有慢生病的 就是已经有肺部不好的病人 或者是平时抽烟的 都有一点痰的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 就会这种季节 因为它秋造得很厉害 它有些痰比较粘 在那个气管里面 就粘住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用一个拍背的方法 来完成肺的清除能力 就是拍痰 其实这个拍痰 它不一定说有痰爬出来 就是把里面准备有 或者是有的分泌物 给它拍松一点 它好往外爬的过程 这个很简单 就是用手掌 这样把它并在一起 运着气管走下 我们的气管就是从两边 往上走的 我们就运着这个方向 从下往上 往中间拍 就用手掌跟 跟这个皮肤接触的 这种空气一种振动 把它振到里面的气管里面去 拍点肥的 这个好像跟按摩的环节有点相似 但是它的重点 它的重点特点就在这里 挺好的 真是挺舒服 打通的也不符 这样也是很简单 很实用的一种方法 不一定说每次都有弹出来 但是它会把里面有的分泌物 把它赠送一点 好出来 好,谢谢,谢谢张先生 好,接下来 就是今天的健康达人体问题的环节 你看看今天第一条短片 最近天气转动 可白一不小心冻出感冒 开始鼻塞,喉咙痛 后来吃了药,感冒症状好了很多 但是咳嗽一直脱不了尾 老婆见到很心急 就到处帮可白打听吃疗方 她听说生姜陈鼻水这个偏方 对治疗咳嗽效果很好 就去市场买了材料回来 准备煲给可白喝 山姜陈鼻腻很热 现在天气很热 你吃什么 开港也有说 日咳嗽是深火草,夜咳嗽加寒 你整天都是晚上咳嗽的 喝这些就最適合了 你知道吗?我本来看真的热 现在山姜高高陈鼻,又是热 而上街的火上有? 你放心吧 我说在那些中医书,那些老中医 那些放肯出来的,你喝吧 她说我不喝了 喝了就吃饭了,麻烦 不喝就算了 不喝就拿下酒 不喝就不错 请问像可白的一种咳嗽 可不可以喝生姜陈鼻水 推来进行调理呢? 这个汤是个很好的汤 什么地方呢? 如果是第一,晚上咳 但是晚上咳不是最关键的原因 关键是它有没有伴有风跟寒的症状在里面 你要去变了 第一,如果喝白咳嗽 糖白色有泡沫,喉咙又痒 是不是? 又有一点怕冷 那她喝这个汤下去 她喝两次,肯定就好得七八十了 如果喝白,她现在晚上咳嗽 又伴有喉咙,咽咖,糖,扫,捏 有一点黄 那她喝下去,那她明天晚上肯定就咳得 一晚上睡不了觉了 火上浇油 对,所以这个汤是对的 关键是要对这个症 你要知道她那个症是什么 光瓶,感冒后,晚上咳 是变不了的 她这两个实验原则 达不到她这个汤所需要的实验原则 刚才说到姜这件事的确是好东西 但院长也说过 秋天应该是减身增酸 比如说姜,葱,蒜,类似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秋季适不适合 是否有语解呢 对了 秋天它糟,姜也是很糟 说到姜,它有三种 一种是姜皮,一种是姜肉,一种是干姜 那么姜皮它是去风寒为主的 生姜它煮得久 它除了去风寒为主以后 它要暖胃的作用的 干姜它的温氧,温生氧跟中氧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秋天吃不吃姜 如果这个银都不燥 它含得很厉害 胃含得很厉害 那么对这个姜对它很适合啊 像我的脾胃不好 我天天都要吃一小碗姜 没问题啊 如果你品身喉咙还干很燥的 那这个季节你吃下去 那它就起个反作用了 所以一定要根据这种情况 并不是说过午不吃姜啊 什么秋天不吃姜啊 这种误区 这种养生误区 不应该去扩大 去绝对化 刚才关注了关于咳咳的问题 你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和处理方法的 如果你是觉得空闷气短的话 那运动起床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一起看一段片 可白最近经常觉得空闷气短 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 更加觉得有上气没有下气 非常辛苦 去医院一检查 医生说他患了轻度的肺气肿 以后不能夾烈运动 就以后应该用什么锻炼方式 可白和墨姨又吵了起床 干什么?白乙工又是死了 死了吗?今天做医院检查 对, 医生说我… 说是什么? 肺气肿肯定是, 整天都去打篮球 那有什么办法不肺气肿 以后不喜欢就一直打篮球 现在医生说我 不要做这么劇烈的运动 对, 肺气肿就是… 摸蝦, 即是那些… 太極拳 太極拳 我不会骂头, 你知道我的皮 我又受心急, 我也是慢跑慢跑 你不听就算了 老师, 你要快点爆炸这些知识 不爆炸 请问肺气肿患者 可不可以跑步锻炼呢? 肺气肿, 它有几种肺气肿 真的不能绝对化 一种是正常的老年人 正常的一种退化 老年生肺气肿很轻度的 那么这种时当的运动 是可以的 短片里面所说的 如果说它是轻度的肺气肿 它就不应该出现这么厉害的一种气喘 如果出现这么厉害的爬楼梯 爬到二楼就已经开始气喘了肺气肿 那它已经是比较 就不是轻度的肺气肿的了 那么这种病因 不管中医, 现在医学 都是不主张做剧烈的这种运动的跑步的 它适合地做了一些静态的一些运动 或者一些和一些轻肺的运动 刚才我们所教的这种动作都是可以的 如果它很剧烈的运动 第一, 运动完 运动后出汗 运动剧烈的呼吸 它也会伤肺气 我们说伤肺气 是的, 刚才说到肺气肿的患者 不适合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 阿姨就刚刚介绍到 打太极拳, 有温柔 或者散下步 可以锻炼身心 那其实类似太极拳这类的运动 是不是肺气肿患者比较好的选择 对, 应该说是一个静坐呼吸 跟打太极拳 比较轻柔的 这个是对这类病因 肺气肿, 种种对肺气肿 是最好的一个运动 好了, 马上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来看看现场的观众有什么疑问 张院长, 请问 感冒肝咖吃什么的调理也好呢 感冒以后的肝咳 喉咙咳 咳嗽 肠咳 有两种 一种是伤胃 一种是风很重 那么吃什么好的 我们就以按这个孕肺的为主 比如说你吃食料 你吃一点蜂蜜 蜂蜜冲水 或者沙身曼冬 放一点姜 来爆瘦肉汤来喝 都可以 或者你吃一点那些强力琵琶露 或者是运喉的这种喉片 它都有帮助的 慢性肢气管炎吃什么 药腺比较好呢 慢性肢气管炎时间比较长了 那么它往往有两种 一种是肺气虚 就是一个是怕冷气短 一翻风 天气一变就容易感冒 流鼻水 那这种肺气虚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放我们的食料的 自己补肺气为主的 那么我们爆瘦肉汤啊 鸡汤啊 骨头汤的时候 就会加一点北芹啊 党参啊 或者西洋参啊 再加一点橙皮 如果它是很多痰的 慢性肢气管炎很多痰 痰白色 很多泡沫 口淡的这种 那么它就是肺皮两续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健皮 要党参 党参黄旗 可能加一点淮山啊 这些药物在里面 如果是口很干 干壳为主的 那么它卖冬啊 百合啊 玉竹啊 雪梨啊 等等这些 包括瘦肉啊 鸡爪子啊 排骨啊等等 这类汤来喝就比较好 好 谢谢张院长 也谢谢三位嘉宾的 其实说到肺呢 今天的确确解开了很多误区的 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 专门是适合哪些人去吃 最重要是辨证论字 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有气候地理环境 还有运动呢 的确要吃可而止 和选自己合适的运动去做 同时一定要让医生看了 你是什么体质 这样才可以进行合适的表力 如果你有慢性脂器管 炎油或者肺部有不舒服的 一定要跟着一下 如果是到年纪大 很容易是会掩陷症肺气肿的 好了 很多谢你关注今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繽纷